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只烤鸡吃完了免单不要钱 表皮非常的脆 兄弟们今天上门烤球上的老板又来了 这一次是烤鸡 整整八只大公鸡 同样的咱们问一下 八只烤鸡吃完能不能再免单一次 而且这一次豁出去了 能免单就绝对不付一分钱 又来了 老板今天带了两个炉子过来 对对 这一个炉子烤不下吗 一个炉子烤不下 我那八只鸡我看一下是这里吗 对我看一下 你打开看一下 哇这么大这一只一只几斤老板 一只大概四斤左右 这也太大了吧 正宗的农村的三洋土工鸡 老板咱们这个烤鸡是怎么卖的呢 上门烤一百块钱一只 一百块钱一只 八只也就是八百块钱 对 我觉得你这价格不会亏吧 你这还有邮费什么的 这个老客户了 跑了一百一百公里 来把你烤八个鸡 两个烤炉一个里面放四只 这边也有 对 这要烤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 二两风味是吧 对 我最喜欢吃这种口味了 哇塞 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兄弟们这也太震撼了吧 八只烤鸡 老板要不咱们还是老规矩 老规矩 八只烤鸡吃完了免单不要钱 不要钱 肯定不要钱 你觉得我能吃完吗 我觉得你吃不完 你今天非常有底细是吧 对 哈哈哈 今天我们要玩真的了 你肯定玩真的 你只要吃完肯定不要钱 那我开始了 开始吧 表皮非常的脆 来个鸡腿 还是这种土鸡香 这种香是那种素成鸡 所没有的 完了兄弟们 老板的鸡 个个都是这么大的 今天真是有点压力 哇 卸个鸡腿下来 烫 老板 跟我说素素可以吧 可以 一只鸡 眨眼就要吃完了 嗯 我跟你说 嗯 我前段时间吃了那个 叫花鸡 嗯 吃了八只 哇塞 真的 真吃八只 叫花鸡没有我的 没有我的鸡大把 那倒是 哈哈哈 听众们看一看 这一只鸡好像 一只底那个叫花鸡 应该有三只吧 哈哈哈 我们用的这个真材实料 但是老板 一个人的 潜能是无限的 吃完了800块钱 就省下来了 要不要吃点 我不要吃 老板咱们第二只鸡块吃完了 对 完全吃不饱 一点都没饱 继续 继续 兄弟们啊 这样能看得出这个鸡有多大了吧 我感觉这一个鸡腿的肉啊 都抵得上很多 奥尔良烤鸡的全鸡的肉了啊 所以今天咱们到底能不能吃完八只 还是很有挑战性的啊 鸡胸肉特别厚啊 第三只快出完了 嗯 只剩下鸡胸肉了 这鸡胸肉 怎么说呢 嗯 它是所有鸡的通病啊 对 会噎一点 对 嗯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说 就是咱们现在剩下 五只鸡啊 这一次吃不完该怎么保存 哈哈哈 该怎么保存 那你刚才你不是说八只你都能吃得完吗 其实我还能吃啊 对 我还可以继续吃 但是我觉得吃吃完八只还是不太可能 我不如先放弃吧 哈哈哈 也可以 而且这个味道不错 我想留 我是想给我家人分享一下 知道啊 我不能吃毒食是吗 对对对 这吃不完的话 你然后就是说 他们吃的时候 在微波罗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直接微波罗加热就行 对对对 等下你你带两只回去 嗯 那我那我不能带 这个坚决不能带吧 我朋友也不多 哈哈哈 这个应该不能长时间放 最好还是就是烤完就吃掉是吧 对对对 哎呀 那今天今天大一了 哈哈哈 八只确实吃不下 哈哈哈 好的 付好了 兄弟们看一下 老板看一下 嗯 800块元 照价付款了啊 我跟你说啊 嗯 今天其实我特别的不服 为什么呢 我没想到你这个鸡那么实在 那肯定了 我没吃过烤鸡 一只鸡那么大的 我感觉这个做了一个红烧大公鸡的话 都够好多人吃了 嗯 对 下次给你搞个小一点的 啊 还有小的东西是吧 对 给你搞鸡 哎鸡可以啊 鸡一般不就这么大吗 对 那那个我绝对行 呃 不给你搞多了 搞50个 50个啊 50个鸡 对 50个鸡 哈哈哈 那那也具有挑战性啊 那肯定要有挑战性 好 那那今天就到这吧 好的 啊 耽误你时间了 没事 没事